在秋冬非常適合的 養鹽 藜麥 飲耳露 很嫩嗎 超嫩的 就跟你一樣 歡迎收看每個禮拜六 這樣吃最舒服單元 那今天呢 Jerry要來教各位的是這個 可以養鹽的一道料理 叫做養鹽 藜麥 飲耳露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用到我們的銀耳啊 現在很好買 那我們超商就有了 買回來之後呢 我們會泡發 首先呢 我們就是會把蒂頭給剪掉 一般呢 我們只要揪掉這個黃色蒂頭就好了 其實略帶一點黃色是都還好 這是已經泡過的嗎 對 這個已經泡過了 要泡兩個小時嗎 倒不用 一般只要泡軟 整個有泡開就好 那也不是說 一定要限定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你只要它有泡開 好 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料理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做出這個好吃的鷹耳露 首先呢 我們一半的鷹耳啊 我們放下來 先把它打碎 好 來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也沒有很粗 但也沒有到很細 那現在我們就換一個鍋子吧 好 那我們在蒸這個 不是這樣 我們在 很抱歉師傅 凌晨兩點才睡疲勞開工中 我們在煮這個白木耳的同時呢 那我們要先蒸一個桂圓水 桂圓肉紅棗 枸杞 對 然後去把它蒸開 把它整個味道蒸出來 好 這邊呢 我們一樣 背一鍋熱水 OK 白木耳加進來 先下一點點的冰糖吧 那我們就先煮滾 好 這邊呢 稠度已經煮出來 那趁現在呢 蒸好的桂圓 一樣也加進來 這樣子呢 還不會煮到後面 我們的銀耳啊 都按掉 師傅都會養鹽嗎 真的嗎 當然啊 就跟你一樣 很嫩嗎 超嫩的 就跟你一樣 好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拿起來了 好 看到了嗎 有沒有 藜麥 還有我們的白 白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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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早 在秋冬非常適合的這個 銀耳露 來 這個禮麥獻給你 耶 耶 耶 來吃 你跟誰學壞了 以前的昆皇不是這樣的嗎 你是不是跟王老師學的 沒有沒有 他是教你幾週 嗯 難怪 難怪才會換你來